是誰召喚我到這裡 有人起因在我耳邊 推出全新同名音創專輯的小鬼黃宏生 現在電影院和粉絲搶先觀看 首播主打歌的MV 以及橫跨台暗發3D的三成迷航概念短片 為了呈現奢華懸疑和神秘的影像畫面 小鬼毫不避諱的在棺材裡躺了將近一個鐘頭 最後還不小心真的睡著了呢 從巴黎到首爾 小鬼一共試了30多套造型 甚至請來韓國頂尖造型師 為他量身打造服裝 雖然風格強硬 但也因此惹出抄襲韓星的爭議 而小鬼似乎習慣了 每回發片總要面對的比較問題 我也不在意很多人覺得 我像誰或是做什麼 或是我學誰 其實我一點都不在意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就好啦 我沒有在意 對 好友同時也是音樂夥伴的魏斯里 特別送上吉他 預祝小鬼唱片大賣 只是兩人在籌備專輯期間 幾乎24小時吸引不離 讓魏斯里的老婆大人朱欣穎相當吃味 是說現在發片了 那可以把老公還給他了吧 你知道我希望 其實他跟我老公也差不多大小 你以後就抱他睡覺 你是身高的部分嗎 我說真人比例的觸感 大小是一樣嗎 沒有沒有 我們好像腳不太到喔 你差不多這麼大了 夜市威樂訓練中心 特別報導